完整的 所以回去的话 请各位就是多多利用 就是回去的话 自己再把它看一下 如果以后还是有问题的话 当然欢迎 比如说你看到哪一部分 像设定格式化 VBA格式化 如果你看完之后 看到一半 当然图人有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 看到几分几秒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然后我看到 会回复你 最好是让我知道 你是几分几秒的地方有问题 你看不懂 因为我最怕就是大家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是都懂 还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都不懂 就麻烦了 所以我会希望说 反正你们有遇到状况 你可以提出来没有关系 尽量的话去练习去做 我想把程式学好 对各位未来工作绝对是有帮助 因为未来 这个还是自动化算简单的 未来还有AI 人工智慧 那现在还有所谓的什么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什么神经网路 等等的 反正这些都是专有名词 那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未来 很多你要控制任何东西都要用程式来解决 OK 否则的话因为现在大数据嘛 你这数字量量这么多 你总不可能用人工永远都在慢慢慢慢用 滑鼠键盘在那边点来点去 点来点去 然后今天点完明天继续点 那很累吧 如果以后你把程式写完就一劳永逸了 OK 真的就是一劳永逸 报表就是这种产生的 OK 那这样的话 做起来其实我觉得 应该也会相对比较有成就感吧 而且你会感觉每天都有一些变化 这样的话每天好像都会 有点那个都一样的话 其实上班起来是不是比较不知道 我倒是没有办法接受 工作是一成不变的 OK 如果每天都 如果每天都没有变化 真的感觉就是像那个 真的念机 每天和尚念机 每天敲钟 就是你只是交差了事而已 那如果你每天多学一点 每天我又进步了 我又进步了 我感觉好像你多学一个东西 你工作感觉也会比较 会在工作上比较感觉你是存在的 OK 而且会比较感觉好像 愈而有希望 甚至未来你也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比如说你还可以跳槽 或什么之类之类 其实薪资当然是跟你专业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要拿高的薪水 我觉得前提应该是 你要先确定你的专业素养够不够 像这些东西如果你都会 而且还会更多的话 那当然老板愿意多给你一点 因为你一个人真的可以抵好几个人用 每天报表 对不对 自动产生 那这样的话烧请很多人了 对不对 OK 所以你有筹码 但如果没有 你当然只能接受而已 所以刚刚的话主要是还原 跟设定格式化 所以我建议回去的话 那程式不会云端上有贴 但静给把它删掉重打一下 OK 把它熟练就OK了 反正就是那些东西不会太多 程式也没几行吗 顶多大概十行 可是那十行都是精华 OK 我给各位都是 但是尽量不要有一些多余的东西 有多余的把它删掉 而且其实应该都是好理解的 都不用背的 里面哪一个关键是需要 特别去背它 我觉得好像倒也还好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 倒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回圈嘛 一个for一个ness 一个for一个ness 逻辑一定有一个头一个尾 这边也都一个头一个尾 里面做什么 这些应该都没有 而且整整齐齐的嘛 一看就赏心悦目 就一目了然 我自己是觉得看了就舒服 前提就是你一定要缩牌 而且要注解 如果你没有缩牌 像有些同学 写程式都不缩牌的 我看了一定都觉得 就完全不舒服 像我有同学问我问题 老师为什么我程式错了 我光看这个我都觉得痛苦 我都觉得说第一个 请你把你该缩牌的地方缩牌吧 要怎么缩牌 第一个很简单嘛 这个整个啦 你就让它按tap下一阶嘛 然后呢 再来里面一层 有没有 这个是 列是第一层嘛 蓝是第二层 有没有 然后再来是判断什么呢 判断资料有没有 有没有第三层 然后再判断什么 判断那个礼拜六礼拜天 就按tap就好了 然后如果礼拜六的话呢 格式化 这边再按一个tap 这边再按一个tap 应该看得懂我在做什么吧 按一个tap就好了 就按tap啦 你看 这样马上呢 接成就一目了然的 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做 因为呢 我没有 有头 没有尾 那程式一定会发生错误 所以为什么我 你看我 有头有尾 有头有尾 对不对 那这样程式就不会错 而且 逻辑中间就是它的条件嘛 就写在这里 OK 里面呢去做什么事情 大概就这样 再来就是说上面呢 如果可以的话 你自己再加一些注解 让程式看起来 会更加的清楚 有没有 这样就结构非常的好 那 再来的话 相对的程式也比较不容易写错啦 而且以后你自己看 你会马上看 看出这个程式到底要做什么用途的 那以后的话要改也比较好改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道理 所以 这个是第一个基本功夫 我当然不希望你们 只是因为急就张 然后就是啪啪啪啪打 然后也不管 好像打哪里 打得很像 但是打 我是觉得 即便你很快写 没有错 可是我还是觉得你 基本的步骤不对了 OK 就是这个一定要注意 OK 不要急着打 反正你就是照着我讲的 这个中间一定就是tape OK 就大概是这样 注解加一下 注解是写给谁看的 写给你自己看的 因为我看得懂 你不见得看得懂 所以其实我很多地方 其实我都没有写 因为我是都看得懂 那为什么我这边会写 因为我知道你们看不懂 所以我加 那以后如果你只要发现 你那一段程式你看不懂 那请你在上面加一下注解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假如说你看不懂这个是字变成深绿色的话 那请你在上面加一个单引号 那自己打一下 底下这一行的意思是说 字型里面的字的颜色改成深绿色 OK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你如果很按照规矩来学VBA 我相信你累积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越来越上手 而且基本上程式也不会写错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OK 所以这个主要就是让大家真的能够把这个学会 而且我觉得应该也没有多少东西 主要就是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 另外的话就是哪一个范围 那以上里面不外物就是哪一个储存格 哪一个范围 就这样子 OK 那最后的话当然上礼拜我们有讲到还原跟格式化 那最后的话当然我们如果希望怎么样 可以一键完成 像清除的话把它清掉之后 年历是希望怎么样 把上个礼拜那些动作全部一次完成 那做哪些事呢 第一个我希望按下它之后 问他说 请问一下你要产生的是哪一年的年历 OK 第一个问题 所以你需要跳一个input box 哪一年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就把它输入这一年变成是那一年的1月1号 放在这个储存格 并且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然后呢再向下产生每个月的其他日期 并且做什么呢 设定格式化 格式化日期 这样就OK了 格式化日期已经写过了 你不用重写 你只要呼叫他 前面加个call就可以 call 格式化日期 所以我上次办法的demo给各位看 这个程式云端上有 他会按下它第一个 请输入哪一年年份 比如说要产生2020的年历 然后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就自动全部一次完成了 OK 一把他OK了 其实虽然这些看起来一下产生 其实就是把之前我们做的所有动作 通通把它再执行过一遍而已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清除 其实我主要是做怎么 把这边的资料先清空 但是清空之前 我要先把第一个储存格的资料先记起来 然后最后再把它写回去 所以这边清除 那这边我大概讲一下 这个怎么写的 基本上呢 我们如果要把年历部分 把它写出来的话 我大概也是一样分成 这个应该是二吧 每个月的第一天 然后再来就是每个月的其他日期 再来应该第四 第四的话就是什么 格式化日期 所以其实有四个步骤才对 第一 那怎么样让他输入每个月的 这个你要输来 其实我们刚刚就是请输入年份 那我刚刚也 我刚刚输入是2020 2020 那2020输入之后的话 但是我要放到这边的时候 应该是2020的1月1号 那它本身已经格式化了 所以记得你要输入的话 一定要是输入一个西元年 你不能输入一个民国年 因为民国年是我们看的 那以西欧里面内建的是西元年 所以标准应该是这个格式 那我后面再加这一个 把它放到那个储存格 所以这边假设我这边先设个中段点 让它停下来 跳一下哪一年2020好了 OK按确定 那它会自动帮我把这个日期 丢到这边 2020的1月1号 这个其实就是 我刚刚输入的是2020 那可是1月1号怎么串呢 其实很简单 就把这个A 后面在end 串接一个1月1号 那把它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这个储存格怎么称呼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range 这个叫A2嘛 Range A2 不过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这个地方我可不可以用那个sales 其实也可以啊 只是说你这个sales 有没有比较简单吗 其实也没有啊 你看如果我今天用sales的话 括弧 那我要A2的话怎么去数 第二列的A欄 这样子 其实你写这样也ok 可是其实直觉上就是不直觉吧 ok 有没有你还要A写在后面 列写在前面 所以倒不如啊 如果以后只是单单丢到某个储存格 但干脆写这样 我觉得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啊再来的话呢 我要把什么东西呢 把那个e day放在这边 可是e day要怎么刚好放在这边 我想一个方法 其实啊 本来之前我们是向下 但是现在要向右的话 特别主要 这个时候就不是for i 了 for i 是向下 列 那如果要向右的话 那我们就用for j 特别主要我习惯哦 这一的话指的是哪一栏 那我要输出到第二栏 所以这边的话第二栏 到第十二栏 所以我就写什么 for j 等于二到十二 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把什么 把那个公式丢进去 特别主要公式 还记得这个公式我们是写成什么 写成这样 e day 有没有 a 2 b 2 你会发现哦 它的变化是什么 b 栏 第二栏是a 第三栏是b 第四栏是意思类推 其他都一样 可是有什么方式可以刚刚好呢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 假如把这个公式复制了 如果我在这个VBA把它输出的话 那基本上的话我想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那我这个方法先把它delete掉 我在哪一个储存格 第二列的J栏 J栏则是这个储存格 我丢公式 把公式丢上去 但问题哦 如果你让它跑的话 它会变成什么 丢过来 for 这个破了 这个 刚刚不小心delete for J等于第二列 到十二列 ok 然后呢 这边的话让它往上跑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输出什么 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呢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把它往下一点点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把它移到这边给各位看 他会帮我把什么 第二列的第二栏 其实就B2 把它丢过去 ok 那但是呢 如果下一个的话呢 他还是丢到哪一个呢 丢到第三栏 因为他数字会变3 23 第三栏 第二列 可是你会发现哦 他还是什么 他还是2月1号 为什么 因为他永远都A2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都A2 但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样可以刚刚好 可以怎么样 他如果下一个 他就帮我变B 变C A10类推 哦 要想的方法 哦 啊 这个方法 如果你可以想得出来啊 哇 那就非常 非常棒 以后的话 不只是列可以丢公式 蓝也可以丢公式 但是蓝 比较麻烦 列的话 反正就丢数字就好了 第几列嘛 可是蓝很麻烦 我们这上面是数字 D 几蓝 可是呢 将来你这边输出要是ABCD 所以你必须把数字转成 那个ABCD 诶 这怎么办呢 然后我就想一个方法 如果这个可以解决的话 那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照着套用 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也许可以试试看 那程式的部分的话呢 我也把它放晕 你可以先想想看有没有什么 比较好的方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